您好 会收看10点不一样 我是黄兴华 首先带您关注 今年春节会很动人 冷气环跟封面双双来袭 而小年夜到除夕 都会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北部有雨 中部以南会有短暂震雨 而初一 华南云雨带离开台湾上空之后 雨势会趋缓将会转为干冷 冷气环发威时间 会在初二出现最低温 气温会跌破10度 而辐射冷却影响 早晚的温差会特别大 提醒您过年走春踏青 得做好保暖工作了 那这波雨势预计会到明天 都还是会是在 华南雨区影响的范围 但是在明天开始 我们的水气 其实也是在逐渐的趋缓 湿湿冷冷天气 开启春节连诈第一天 小年夜到除夕 华南雨区东移 北部东北部地区 以及金门马祖有震雨 中部地区澎湖有短暂震雨 不过好消息是 初一开始太阳公公 可能就会露脸 初一开始到初三 我们还是受强烈到冷气团影响 但是水气相对就是减少了蛮多的 是属于比较偏干冷的天气形态 我们在东部东南部 还有各地的山区 还是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的降雨 水气会减少 但是气温也会更低 小年夜清晨最低温 马祖南竿5.8度 苗栗山湾则是11度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会一路冷到初三 最低温预计落在11号初二 预计中部以北 以及东北部低温可能来到11 12度左右 甚至10度以下 金门连江局部地区 可能会有持续6度以下的低温 不过温差也要留意 在橘色线的部分 在11号之后 其实受到清晨辐射的却影响 那白天受到太阳照射 是比较回温 比较暖和的一点的情形下 其实日夜温差 都有在10度以上的状况发生 初一开始水气减少 初三之后逐渐回温 初四初五全台好天气 适合走春可以好好把握 也会一路持续到开工日 不过这两天出游踏青 返乡过节 雨势明显 还是得注意路况 保暖工作也要做足 TV别选程程庸佑 想在明汉中的宣言C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春节的天气形态是先湿冷后干冷 而今天和欢山的道路也结冰 玉山也降下了冰线冰花 气象站也有积雪5公分 接下来又有机会追雪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 初夕到初一在水气以及温度的配合之下 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降雪 很多人已经期待润雪赵丰年 抢得好彩头要去赏雪 一打开家门 矮矮白雪映入眼帘 向远峰眺望 整个山坡都被雪花覆盖 只露出一些绿叶 仿佛置身冰雪世界 玉山7号晚间降下大雪 而且持续在下 气温来到零下 1.8度 窗户也接上冰花 去到室外 冷风呼呼吹 海拔3800多公尺的玉山气象站 就像身处室外桃源 强烈冷气团影响台湾 冷空气持续增强 预计在昨天的深夜之后 是有在降雪的情形 那目前是还有持续的情形 那以早上的回报来说的话 玉山气象站的回报部分 是积雪已经有5公分后的现象发生 想要追雪要把握也要爬得高一点 因为现在加上华南云雨区 东移影响天气潮湿寒冷 中央气象处就表示 一直到周六初一的时候 都有可能降下雪 基本上在10号之前 我们都有可能会因为水汽 加上温度的配合 在各地的三区的3000到3500公尺以上 都是有可能会有降雪的部分 很适合上山坠雪 但气象鼠也特别提醒 路面可能都会有结冰的现象 民众要开车赏雪 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还有做好保暖 TBN新闻消灭症 林荣文综合报道 而国际间焦点带您看到 伊哈的冲突战火威胁 哈马斯的停火计划 被纳坦雅胡断然拒绝了 日前哈马斯提出三阶段分别 为期45天的停火计划 先释放扰弱妇孺病人长者 与乙方来交换 来换取巴勒斯坦的妇孺 而第二阶段释放男性 第三阶段双方来交接 彼此国民的遗体 但是纳坦雅胡的停火计划 他认为这样的计划 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不会让人质返回 只会引发另外一场的屠杀 一直坚持只有完全的胜利 才是结束加萨战争 与维护和平的唯一解放 国务卿布林肯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统握手谈天 厂外却有一批抗疫人潮 布林肯中东行 希望速成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协议 但马上遇到变数 哈马斯在谈判前夕拿出自己版本的三阶段停火 每阶段各有45天时间 第一阶段释放以色列老弱富如人质 交换巴勒斯坦囚犯 并且要求乙军离开人口密集区 第二阶段再放男性人职 但乙军要全面撤出加萨 第三阶段则是互换死者遗体 拉特雅虎马上出面回应 说哈马斯的要求太疯狂 放话威胁战争继续打 甚至要打到全面战胜才会收手 纳特雅虎虽然痛批哈马斯妄想 其实并没有明确拒绝提议 尤其哈马斯狮子大开口 纳特雅虎也想秀出强硬态度 给自己的内阁成员看 不管以色列怎么骂 哈马斯还是会派代表到埃及参加协商 其实以色列也证实将派出代表团去开罗 布林肯暗示停火谈判还有希望 毕竟如果不止战 拜登政府民调只会继续往下谈 因此开楼协商的焦点 并不是全盘接受任何一边的方案 而是选出哪些条件可以采纳 回头看哈马斯提议 以军绝不会答应撤出加萨 但人到援助和人职囚犯交换 的确有妥协空间 而且以色列也有来自国内的压力 尤其是渐渐开始绝望的人职家属 越来越多家属害怕剩下的一百多位人职 再也无法活着离开加萨 不断喊话要求纳坦雅胡想办法谈好一份人职停火协议 而动荡的中东地区不仅在加萨走廊 美军的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的街区 精准了轰炸行驶中的汽车 而其中一名死者是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萨迪 似乎美军是作为回应先前哈门袭击约旦部队的回应 但一押还押的行动在当地激起了抗议 而现在以色列也准备大举进攻加萨南部的拉法 由于当地有120万名的加萨难民避难 联合国忧心 加萨的人道问题恐怕会更加的恶化 以色列士兵开着军车穿梭在战场上 与哈马斯开战四个月后 加萨走廊北部只剩一具空壳 以色列攻击重心移到南加萨 越多无情炮弹空投在地面 就是要炸开藏在底下的哈马斯地道 最新影片显示 士兵发现用来作为连接关押人质房间 即前往哈马斯领袖住宅后院的地下通道 地道里有厨房 流理台 还有厕所一应俱全 另外人质不论要做什么 除来房间门口都会有人在外面持枪看守 而且附近就是弹药库 哈马斯可能就在这里计划作战 但在发现地道前 空袭已造成大量加萨民众伤亡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拒绝哈马斯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后 还下令重点进攻加萨南部城市拉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难以置信 有一枚火箭炮就直直落在人口密集的拉法难民营附近 正好击中一辆轿车 吓得众人当场尖叫逃窜 轿车驾驶则则当场身亡 拉法西边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两次空袭 至少13人上命 当中有一半都是妇女和儿童 俊南队日夜挖掘 致希望能尽快救出受困者 他们痛批纳坦亚胡罔顾性命 只为一己之私 正在中东 敦促停火谈判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受到牵连指责 加上民众认为他只会越帮越忙 流离失所的难民越来越多 国际救援组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作为志工团体资金来源的联合国 近东救济工程处 现在又卷入按住哈马斯的争议 被各国切断金元 离二月底关闭的日期越来越近 不少逃到零 不少逃到邻国的巴勒斯坦难民表示 他们从小就靠近东救济工程处 提供的物资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现在轮到他们当爸妈 战乱没有平息 远住又快断缺 他们无法想象下一代的未来 反美国汉反以色列的激进组织 则继续采取攻击行动 上百位胡塞组织成员就在夜门首都举行大阅兵示威 而美国再次采取行动 宣布用精准导引飞弹 成功击毙伊拉克武装团体 真逐党旅 负责策划约旦美军基地攻击的指挥官 双方互相打来打去 中东骚乱 似乎看不到终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下令军方 在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 增强了军力部署 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也强硬的回应了 敦促菲律宾不要在台湾的问题上玩火 以免祸及自身 同时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 红线以及底线 而继续我们带观众朋友来 关注到的是新闻焦点 免逢春节的时候 其实我们过期之余 还是要拒安思维 因为近八年来 几次国内外大型的震灾 都发生在年节的前后 我国消防署的特种搜救队 无意不语 也在国际的救援任务当中 证明了各项能力与世界接轨 而这支中央隶属的救援队 正在逐步协助各县市 完成能力认证 健全我们的充足救灾良能 这样吗 瓦码堆之中 消防替代一难就定位 搜救犬队的超级任务随即展开 搜救犬队的超级任务随即展开 搜救犬队 在破碎地形中来回搜索 随风飘荡的气味 一度把搜救犬贝贝引向远处 不过灵犬员 对忠实战友的救难嗅觉 有十足把握 发现疑似待救者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听到我的声音 请给我回应 这是消防署特种搜救队 组合训练项目之一 因为搜救顾名思义 搜到人才能救 我们主要会针对几个 比较有可能有人的标的去做搜索 可能有目击者 他可能在这个区域内 最后看到待救者的地方 假设现在发生地震的时间 如果是可能晚上睡觉时间 我们要搜索的主要区域 也会集中在宿舍区域 定位出人了之后 你才有下一个步骤 所以说其实在第三天之后 几乎就很难再去定位到 人的实际的存活的位置 每一回地洞天遥 灾区内的建物倒得倒坍塌 当遮风避雨的水泥墙 全都沉了逃生阻碍 我们会模拟我们的建筑里面 是不稳定的 然后有一道墙要去做破坏 里面的状况我们是不清楚的 所以个人的防护装备 然后面罩都请戴好 来到特搜队的户外办公室 通风管路机组就位 受训中的小队 蜷缩着身子 进入局限空间内 完成结构支撑 计时开始 那在我们的训练里面 我们要求这个比较简易的 这种水平支撑 大概在二三十分钟内 就要完成 要从断源残壁 救出受困民众 想前进被破坏障碍物 同时还要防止舰体 全面崩塌 两个动作反复循环 是救援工作 标准节奏 地震灾害救援 除了要尽可能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支撑作业 维护一个安全的结构之外 接下来就是要朝着受困者的方向挺进 但别看眼前的结构阻碍 只有十公分后 但在这种危急的情况 要打破真没那么容易 这场人和水泥墙的对抗战 就算环境让人难以正常失利 也要尽可能 避免持久战 在我们国内评测的时候 评测的那个项目里面 我们事实上是把破坏 然后把热切割 把一些支撑 把一些绳索的能力 全部都拆解成一个情境 但是它做了比较久 会势必影响到 它后面的情境的执行 电钻开动 军刀具切断钢筋 现代版凿笔取光 是设法让受困者 在所谓的黄金72小时之内 看到破旧希望 因为921之后 我们特搜队就成立 我们这个队的工作 就其实就是很单纯 就是为了地震而生 因为一直都在重制这个东西 我们是比别人更快速 那也因此就是在反之回来说 各个搜救队 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特别是最近这八年 0206对于特搜队来说 几乎承认为代号 地点分海南花莲或是海外 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双手 去协助他 慢慢的做一个 我给他一个力量 然后请他稍微 用一个匍匐往后退的方式 去做一个救出的动作 2023土序大地震 我国国际搜救队 成功救援镜头外 未曾公开的生死一瞬间 生还者就在眼前 但突如其来的余震 副中队长沈凡杰 在专业和人性的抉择 选择了后者 其实有一个SOP 就是说如果余震发生 我们全部都要撤 我当下其实想说 我既然都已经抓到你的脚了 我如果现在马上 慢慢又退出去 我心里面觉得说 我好像把他抛弃了 那我当时心里想说 我其实要退 真的要垮下来了 我不觉得我有办法 全身的退 所以我的当下就是 我们外面的人 是有在做撤离的动作 但是我就是在里面陪他 安抚他跟他说 没关系我会陪他这样子 回到国内的时候 其实现在讲 其实心里面会 还是会有一些起伏 居民和现场媒体掌声的背后 是数个月才能走出的 心理创伤 如果我就没有回来 然后我的家人怎么办这样子 我们反过来讲 如果当时你没救出来 你负面情绪会不会更大 一定会 一定会 这是绝对的 火热的使命感 正开支散叶 紧销易销 外部专家 护理师医师 受益师 共计60人 两卷 保管理 食物经历 使能力分级认证 近年开始被重视 双北具备了重型搜救资格 而其余六都和花东跟屏东 在一连串评鉴考核后 也得以加入国际任务轮职 美国队还没有到的时候 变成是 我们这一支队伍最有能力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 变成是那一段时间的 一个区域的一个指挥动机 所有的作业的程序 我们所有的训练的这些内容 就是完完全全跟国际结果起来 我们才有办法做到 但是由于我们台湾受限 这个国际政治情势的关系 当然要前往海外去执行任务 比起一般国家来得更困难 半年身为地球村的一个分子来讲 台湾的搜救队 我们是随时准备好 天灾无法预测 任务更是包山包海 特搜队员实时做准备 就等国搜中心指令一下 哪里有难就往哪里去 新春佳节也不打烊 TVB的新闻 全路欢李宁慧 叶玉甫 先被南投猜谋到 谁点不一样精选 但您关注我们的水电产业 已经出现了断层 由于这类型的工作 非常的劳累 环境差 日晒 雨林全身脏乱 更是家常便饭 还有台湾的万般街上品 唯有读书高 升学主义挂帅 所以辛劳的水电工 难以成为学生的志向 而现在统策的报考人数 逐年的下降声援不足 还得面临到跟普通大学科大抢学生 导致产业缺学生也缺工 出现了断层的危机 一般最长脸盆塞住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的排拉杆这个地方 老师拿着水管仔细介绍 再一步步拆解 教你怎么处理堵塞的配方 接着让学员实作 从这边再拉出来 对 就从这边拉出来 对 没错 练习时有问题 立刻手把手指点 手上把不太起来 我们可以上用老虎钳 夹住我们的这个线头 然后快速的怎么样 旋转 旋转 这样子旋转 手势 工具 搭配小技巧 让你学会开关和插座更换安装 这是居家修缮班 从电钻怎么用 到水管 门锁 马桶 灯具 油漆 等等30种修缮技能 由水电师傅亲自授课 又一个下午教会你 吸引不少人报名 小孩子经常有时候会把脸盆 弄的就是会积水 然后积水我们都会买通热来通 那上一次就买通热来通 但是通完之后我就发现说 其实这不是长久之际 因为就担心他会 损坏里面的管线 有时候你叫师傅也不好叫 他也不愿意过来帮你 做这种简单的事情 对 他会觉得很浪费他的时间 然后我们有时候 像你看找东西好了 叫师傅来他可能1500还是1000 其实家里一开始 是遇到那个插座线下去 然后上网早遇到 就是不管联络附近水电行或什么 师傅都说这种小事情 那个工班出来 就是最低门槛要多少 你这个就不急就先放着这样 等到有更多问题再一起解决这样 然后最后来这个插座问题拖到后来 那个装潢已经十几年之后 开始也会有什么 水龙头漏水 然后那个马桶 按下去会弹不上来 大概三四个问题之后 才有办法 请工班一次来修 很多民众的共同心声就是找不到水电师傅 干脆自己学简单的水电 现在水电产业供不应求 也让这样的实体修缮班或线上课程班 越来越多 研发出来目的其实也是希望民众 很像欧美国家 每个民众都会自己解决一些 家里基本的小问题 可能是一个房屋仲介 或者他是一个包住代管业者 他可能平常就需要处理很多 房子的一些大小的问题 但是他跟一般民众面对到一样的状况 他可能没办法找到师傅 来上课的人 有想要处理自家问题的民众 或是房东 租屋族等等都有 而从事水电15年的陈师傅也说 很多师傅白天接装潢和工地case 就忙不完了 加上体力也有限 水电师傅一开始做学徒时 薪水不高得熬个三到五年出师 累积丰富经验后 陈师傅说薪水会比一般上班族高 差不多是经理阶级以上的薪水 而台湾常年在重学术 轻技职的风气下 越来越少学生念高职 也让产业人才出现断层 我想教育部 如果由教育部去主导 这样整个技职教育的部分 大概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困难 那技职刚年已经很明确的了解 应该跨部门的一个协力 要将技职教育跟产业界做紧密连结 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教育部统计 台湾近十年的高职生人数 少了二十万人 再不重视会面临大缺功 加上少子女化 未来十年可能叫不到水电师傅 是常态 TVBS新闻 谢谢新王一杰看到 而疫情过后 东南亚的旅客复苏来台抢劲 但是他们来了 台湾准备好了吗 过去华语导游都是接待 陆客港澳马来西亚以及国旅团 而今年陆客还没开放 有八成五的华语导游无团可接 而日本客也大幅度减少 而英语导游的工作量 恢复至疫情前的七成五到八成 但越南与泰语的导游 确实功不应求 冒着白烟弥漫流磺烟雾 如梦似幻的美景 是北投第二股公园最大亮点 随手都能捕捉 仙境般的照片 吸引外国旅客来旅游 拥有多年带团经验的粤语导游 陈黄明就表示 以后东南亚旅客复苏强劲 现在几乎周周都带团 观光署统计 越南游客今年1到10月 来台人次约32.2万人 仅次港澳日本和韩国 让粤语导游变得超强瘦 我是个人来说是团多的时候 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资料显示 截至今年11月 国内有导游证兆 并且在职业的人数 共2万多人 分为15种语别 以华语1.5万人最多 占整体的68.85% 其次是英语3000多人 再来是日语1900多人 韩语仅400多位 但泰语和粤语更少都不到200人 出现大幅落差 东南亚团客增加 但东南亚语系导游严重短缺 出现无人可带团的窘境 东南亚来台旅客快速成长 对导游领队人力需求迫切 因此今年起导游领队考试 出了原本的通用制 并新增了专用制 必须由任职的旅行业推荐 且有两年以上的年资 只是若转换雇主资格就会失效 它是由旅行社自己推荐的 那它这些从业人员 很了解它整个旅游的 一个食物的操作 而且他们也会推荐 具有外域的能力的这些人员 来参加专用制的一个评量 所以比较符合业者 他们的一个需求 通用制是你考了以后 正随人走 所以你人到哪里 你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当然建议 有能力的人还是先考通用制 那如果你是已经认定 这家公司是你自己开的 或者是你自己一辈子想要 那你就可以走出 专用制这个方向 这项新政策 鼓励新住民投入导游行列 但许万宾指出 我国现在正面临 各语言导游分配不均的困境 路可尚未开放 有八成五的华语导游 无团可接 人力过剩 但稀少语系的导游则公补应求 不同与别的导游呈现两样情 尤其是这半年来 大概因为各国来台人数不一 所以最多的其实是华语 但是华语是香港澳门 但香港澳门来台湾 他们是不需要导游 因为中文就可以通了 那来最多的是韩国 越南 泰国 那偏偏韩国人以前来是一团都三四十个人 现在一团来是八到十二个人 所以以前一团导游 可能要拆成三个导游用 亦后观光业迎来复苏 但如今却出现 有团无导游可接的窘境 接下来若有更多的东南亚旅客 是否能承接庞大的量能 仍备受考验 KBBS新闻 向一强留言区人台北采访报道 而邀伦的旅游也要追求永续 不少业者不用塑胶制品 是透过海水单化系统 把海水转化成饮用水 或是可以使用的用水 达到水资源的循环 而邮轮的驱动力 也采用电力推进 希望可以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邮轮渐渐驶离乌苏淮亚港口 准备航向地球最南的地区南极 整艘船靠着电力驱动行驶 才能在极地地区 对环境做到最小干燥 这部舵有煞机的旅游 到 시청下 我们有一些重新型软件 dont用力量汽车 可是轮渐到车至15约 我们用的硝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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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色 由外道内朝向绿色循环 在船上更找不到任何的塑胶一次性物品 房间内摆着两大玻璃瓶装水 还有附上保温瓶 这些都是可以再回修利用 减少塑胶容器纸杯的使用 另外我们邮轮上使用的洗手洗澡用水 都是透过邮轮配备的这套海水淡化系统 才能让海水变淡水 除了一般用水之外 甚至连我们喝的饮用水 都是海水经过淡化处理之后 就可以直接来饮用 而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水资源的永续循环 淡化处理后的水除了饮用之外 厨房 洗衣以及灌洗室 使用后排出的废水和废物 就被称为灰水 与其他厕所和医务室的黑水 会再采用没有化学添加剂的 生物净化系统进行处理 水液是中火灰的水分成灰色 黑水分成灰色 这水分成灰色变成灰色 是混合在沙坡中 我们混合在黑水分成灰色和灰色 从这次混合在沙坡中 我们托施了通过 预备的水分成灰色 里面有枕坡,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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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从黑水中,我们生成了清水, 我们可以用来洗衣服和洗衣服。 这个船,虽然它被建设十年前, 已经是预备了。 我们已经有整个水平衡的设计。 我们做了自己的水平衡。 不只水不能浪费,因为一趟几地航程可能长达十天以上, 游客垃圾、厨房的厨余也得仔细回收。 在游轮上先做好分类,等到靠岸后再做丢戏。 随着游轮旅游近几年来越来越兴盛。 全球游轮趋势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游轮旅客2970万人次, 预估2026年将增加到3900万人次。 蓬勃发展之下,要让游轮旅游更永续, 成为各家业者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我们的目标是将出入到85%的重入。 这是一个挑战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必须忽生存测入, 或是核荷里的浴室, 因此我们一定要是确定的, 使用尸轮旅游轮旅游轮旅游。 十年前,游轮业者就开始推行永续理念。 从水资源循环再到不使用燃油驱动 才能在旅游和环境保护上找到平衡点 而简碳永续是全球的趋势 过去常见的餐券或是住宿券 转型成电子化 无纸化 对业者来说减少纸本 印刷 运送等成本 换句话说也减少了 碳足迹 好处多多 不过电子化过去也发生过截图盗用的情况 这也是业者必须解决的资安问题 每道旅展就是抢优惠的最佳时机 餐厅 住宿或是泡汤按摩 民众用白花花的钞票换得一张张的票券享受生活 过去曾有业者统计 台湾全年票券发行量突破千万张 纸本制作成本惊人 但在绿色经济当道的现在 资本也面临着转型 有别于这个传统的票券 传统的票券有纸张的问题 有印刷 油墨 污染等的问题 但电子票券就没有这一部分的一个部分 再者电子票券可以提供厂商 充分掌握这个所谓的数量 可以减少耗损跟不必要的一个浪费 尤其是在购买跟赠送的时候 它又可以节省 大量节省工时 以及流程的一个简洁方便 从纸本印刷再到运送 清点电子化能大幅节省 实质上的成本 降低使用资源 尤其在过去 资本票券时常不见 也不容易保存 更无法随身攜带 也就没办法临时使用 甚至因为使用期限的问题 造成各式各样的消费纠纷 第一个它没有期限 第二个它不用库存 第三个它的弹性使用非常的大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再者我们当然希望 能帮其他的企业 实现所谓的绿色减碳的目标 达到永续的推广 落实净零永续 也是就是说导入五指化柜台服务的部分 是一年对我们来说 也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成本 那这样子可以有高效营运 另外手机的普及率 在台湾与世界上都是持续的攀升 在台湾手机购物这个部分 高达60%到70% 但电子化的推动 也难以抵挡不肖分子的入侵 尤其过去不论是车票 或是演唱会 都曾经发生导用 大概五六年前 那时候全世界包括中国 都很流行所谓的QRQ 去做数位票吧 那时候照常网路上就一票多卖 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再延伸过来 那当时我们是用 从演唱会文票给声过来就寄出来了 消费者扫描QRQ 过了几秒钟 机器却毫无反应 最后亮起红灯 但明明是同一张 却能轻松完成确认 差别就在于一张是截图转传 一张则是从App里打开 透过系统防卫机制辨别 杜绝盗用或是超卖的情形 解决电子票券最大的痛点 根据统计 目前最受欢迎的电子票券类型 第一名是便利超商 占百分之六十六 第二名则是量饭占百分之四十七 而第三名则是餐饮素食 占百分之四十六 在台湾因为手机普及 推升周边服务 根据知测会 2020年下半年行动支付 消费者调查可以看到 民众使用行动支付的比例 达到百分之六十点三 首度超越实体电子票证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 都是手机不离生 然后所以你就是用手机 然后订这个票 它就是存在手机里 你就是带着手机出门就可以了 而有超过七成消费者表示 购买电子票券时 最在乎优惠和折扣额度 在未来电子票券当道的时代 优化APP和防卫 恐怕已经是基本功 如何透过服务或是优惠 提升消费者的粘着度 是下一步抢供的目标 TVB的新闻 谢谢谢谢单词台报道 现在不少人因为环保 或动物保护意识选择吃素 也有人想要控制体重 有机会就吃素 成为弹性素食者 也有更多人吃素目的是为了健康 张先生经营多年素食店 每天一开店 他亲自烹煮 努力推动健康饮食 多摄取原型食物 让身体无负担 越接近天然的食物 相对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相对是越好 大家就现在健康意识开 就是愿意多吃一些蔬菜 会比较好 对于身体的效应 尤其对心脏方面的影响的话 在过去的研究报告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许多的文献统计完之后 都会觉得 会建议大家是 以素食者 他的身体效应会比杂食者来得好 那我们分析一下 他的饮食的习惯 其实不能发现说 在素食者的部分 他们平常所摄取的 蔬菜水果的比例会比较高 那蔬菜水果里面 含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一些纤维素 其实对人体的血糖 血脂的控制 都有一定的效应在 医师表示 杂食者可能会摄取到 加工食品 像是肉类饱和脂肪酸 因此相对应的 会引发血脂过高 血糖过高的情形 反而对心脏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相效应之下 这个对于素食者 他对于心脏的保护效果 是来得比较明显的 那当然在 我们在素食者的饮食当中 也会担心说 他的营养素缺乏的问题 但是因为 我们现在对于素食者的饮食 他其实有非常多 替代性的 优良的一些蛋白质 纯素食和植物性饮食 可减轻体重 并改善胆固醇血压 与葡萄糖代谢 而纯素饮食 富含蔬菜 水果 豆类 全穀物 和坚果 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 及植物营养素的含量 也比较高 以植物为基底的饮食 可以透过几个机器 来降低心血管死亡率 像是 蔬食能促进 有益菌虫的生长 进而减少肠道发炎 并改善必须营养素的吸收 另外 以肉类为主的饮食 会释放 醋发炎细胞因子 诱发内皮功能障碍 加速动脉周壮硬化 与肉类饮食相比 蔬食引起的 全身系发炎反应要少得多 继而降低 斑块形成 和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 史丹佛大学研究指出 针对基因相同的双胞胎 去做纯素饮食 跟对照组 有吃到肉类的 杂食饮食做比较 发现有吃纯素饮食者 经过几个礼拜后 血脂肪 也就是 坏胆固存 与体重 会比较低 他们认为 纯素饮食对心血管疾病 可能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 很多素食的饮食 包含其实很多 高热量跟精致的淀粉 其实并不见得是健康的 研究的结果 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也就是健康的纯素饮食 确实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 素食能够改善血压 糖质代谢和脂质控制 进而降低高血压 糖尿病和高血脂等危险 因子的严重程度 减少缺血性心脏病的死亡风险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需要完全排除所有肉类或乳制品 因为研究指出 只要适度的减少动物性食品的摄入 并增加植物性食品的比例 就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 营养师廖宜清博士提醒 现实生活中选择健康饮食的时候 要避免高热量和精致淀粉与饱和脂肪酸的摄取 才能在饮食中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诈骗集团时长茂名公司企业单位 透过电话及简讯作为第一接触点 台湾以中小企业为大宗 资源相对有限 如何建构安全